我们被遗忘 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我还是希望 很快能与你相遇 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 我以前也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是有参与了一个创作组合 那时候大概16-17岁吧 一直到25-26岁左右 其实在那段时间 是蛮热衷于歌曲创作的 那也曾经卖了几首歌 给唱片公司 这是很少人知道的事情 然后在25岁那一年 也参与了一张合集 本地创作的合集 叫七情六欲的 里面就集合了好几位本地的歌手 那时候我们都算素人歌手 或者是一些创作人 包括有些很棒的 这个合音天使周翠玲 然后有大家熟悉的曹格 那时候叫曹百豪 25岁那年就做了一张这样的合集 那里面的作品也是我自己的歌词 所以这一次呢 我想说就改一首歌吧 然后来代表娱乐行业的 这个业者的心声 作为一个诉求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赶快立定一个 SOP 让所有的娱乐工作者呢 可以副业 可以赶快开工 因为我们也需要吃饭 我们真的不能呼吸了啊 选择我们不一样这首歌的原因是 刚好有一天晚上 我就听到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是一首很火的歌嘛 虽然已经好一段时间 同时我脑海里面又出现一句话叫做我们被遗忘 我觉得刚好我们被遗忘和我们不一样 可以fit进那个曲里面 我就尝试做了一个歌词的改编这样子 所以内容上面就是一个诉求 比如说张开口需要多大的勇气 SOP谁来为我们争取等等 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晚上就把它写好 然后我就在修 修歌词 当然可能很多地方的押韵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对的 但是我就尽力了啦 我主要还是要在歌词里面表达出 我们娱乐业者的一个心声 因为其实娱乐业它牵涉的范围很大 不单单是歌手啊 乐手啊 包括像主持人啊 诗仪啊 舞台的表演者啊 甚至酒吧业者啊 对不对 包括适应生和服务员啊 调酒师啊 音响灯光等等 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首歌 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最重要是政府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情侣 我们不后悔 所选择的路 我们被遗忘 被遗忘 虽然会经历父亲 父亲节前西上载作品 就是巧合啦 刚好剪好了 然后另外一半的原因是 因为做生意的朋友 很多都是 大部分都是人家的爸爸 都是作为父亲的 父亲在孩子眼中就是一个 一个巨人 对不对 扛起整个家 那2020年的父亲节 有觉得过得特别不容易 因为从MCO到现在 我们几乎就没有收入 或者是收入减少很多 各行各业都非常辛苦 作为一家之主的 压力更是特别的大 所以希望说在这个时候 上赛的时候 可能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我没有唱得很好 歌词也没有写得很好 但是我已经尽力把我们这个行业的 心酸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一些心里话 写在歌词里面 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 如果你喜欢的话 如果你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其中一位业者 或者是其中一个单位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脸书 在YouTube帮我分享这个作品 越多人分享也好 让政府单位赶快采取行动 给我们复工的机会 赶快拟定SOB 让我们真正的可以 回到工作岗位上 让我们真正有收入的来源 我们真的不能呼吸了 请帮帮忙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